我跟他恋爱了很多年 熬过了异地 熬过了家里的反对 却没想到败给了细节 回来了 我的点刚脱地 你换鞋好不好 这外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能愣床上 要挂起来 你长啥呀 你看你这头发 早上不能梳完再过来 你干嘛还没满呢 一点也不行 垃圾不能往这放 都说细节打败爱情 在我们朝夕相处的这几个月里 他总是以他严苛的标准来要求我 到底是我活得太随性了 还是他活得太细致了 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崩溃了 到底是怎样的细节 能打败爱情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24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设计师 女嘉宾小黑23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市场专员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主持人好 三位老师好 好好好欢迎 这个大风大浪都过了 败给了细节 什么样的细节我特别好奇 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已经认识有八年了 就是从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是我们大学是异地 异地了三年之后 好不容易大四在一个地方实习了 我才发现他隐藏了好多年的那种规矩 然后他用这种规矩来要求我 让我觉得 你能不能先不给他贴标签 你说说吧我们听听 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他家 我看到他阳台上有很多晾干的衣服 都没收 我就想我好好表现一下吧 我就给他把那衣服 一件件好好都麻起来 衬衫扣子都扣好 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柜里 本来以为他回来了看见吧 他能表扬我几句 那必须的 没想到他生气了 为什么 他就是因为我没把他那衣服 按照他平常颜色归类那么放 他的衣服吧 黑色必须得跟黑色放在衣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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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的 我认为爱情应该是两个人 互相学习 彼此激励 共同成长 有些不合 其实没有是非对错的 只有 它有没有比对方 吸引你的地方多 以及你愿不愿意配合 不愿意配合 可能就是不够爱 或者是有些事是无法配合的 那就叫做不适合 所以其实问题并不难 你们只要想一想 是快乐多 还是痛苦多 是优点多 还是缺点多 是很适合 还是越来越不合 其实答案就不正自明了 好 谢谢乃琪 谢谢老师 许总 你们认识八年 恋爱了多久 快四年了 那刚才说基本上异地三年 对吧 对 真正你们近距离的接触 在一个城市也就一年 也就是说你们以为 自己很了解对方 那其实恋爱过程呢 第一肯定是先审美 我被你的优点所吸引 但关键要进入下一阶段的话 一定容丑 这个丑是带引号 因为这个丑就是对方可能觉得 你哪件事情不好 就比如说你 你觉得自己其实 把衣服要按颜色的 给它满放好 并且叠得非常整齐 这是一种好的习惯 但是女孩觉得 哇 这是怪癖 你一定要垃圾桶里 不能留一点垃圾 那女孩不能理解 垃圾桶是做什么用的 那不就是放垃圾 同样 女孩小的毛病 喜欢吃零食 喜欢口红 喜欢攒一些化妆棉 这都是你们各自认为自己的习惯 而在对方看来 就是不能容忍 那其实你们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